各位CE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市场分析员小桃 财报季度 我尽量在每一期视频里面 都可以为大家带来 一家公司比较完整的财报分析 看财报的好处 我们不单可以对这家公司 基本面去做一个更新 同时从这家公司出发 也许还可以了解到当下的经济情况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聊一家公司的财报 美国银行 在美国银行的财报里面 包含了很多和当下经济相关的一些数据 消费者的一些健康状况 然后我会快速带过 另外两家星期二发财报的公司 United Health和United Airline 好吧 那么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 经过大家昨天努力的点赞 虽然今天标普五百并没有上涨 但是今天倒置出现了上涨 所以我个人认为 昨天大家的点赞 经过今天的试验还是有效 现在我看到盘后的期货市场在上涨 明天是不是可以继续上涨 就看大家今天的点赞数量 好吧 那接下来的五秒钟就留给各位观众 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资产价格的走势 美元横盘 美债收率上涨 主要是和今天报外的发言有关 稍后我们会详细的去看一下 今天他到底讲了什么 然后三大指数 加上黄金 加上原油 加上比特币 今天的波动并不是非常的大 最后是板块 今天公共事业领跌 新变板块领涨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报外的发言 今天报外的发言里面有几个重点 第一点 他确认了三月份的通胀数据 并没有给美联储更加多的信心 所以他表示只要有需要 央行就可以保持隔夜利率不变 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还补充到当下的隔夜利率 可以去应付一至三月份 相对比较高的通胀增速 这背后的含义就是 起码在当下美联储完全没有考虑过 有没有可能还会继续进行加息 并且今天报外还聊到了和前段时间 美联储的传话筒NIC所释放同样的一条讯息 接下去美联储或者整个市场 他们需要考虑的不单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降息 或者今年降息的一个次数 而是他们同时还需要考虑 今年有没有这个必要需要进行降息 听起来确实相对硬派了一点 但是他今天所释放的讯息 从前段时间其他美联储成员的嘴里 或者从NIC的嘴里 我们已经听到过这些观点 而今天报外只是对前段时间那些观点 所做了一个确认 同时他还确认的是 如果劳动力市场放缓的这个速度 比他们预期要糟糕的话 那美联储已经准备好降息 另外这边有一个小插曲 他有提到过一组数据 三月份核心PC的同比增速 根据他们内部的团队 认为三月份的增速在2.8% 而现在市场的预期或者蓬勃的预期 这个增速同比增速将会在2.7% 所以比美联储他们自己内部的这个预期 要稍微低了0.1% 0.1%重要吗 其实还挺重要的 因为在报外的嘴里 他说三月份的通胀在2.8% 二月份的通胀也在2.8% 所以三月份的同比增速和二月份 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善 但是如果最后增速在2.7的话 其实要比二月份的2.8要好 今天市场对于报外的发言 确实做出了一点点的反应 从原来对于今年降息1.8次 降到了1.6次 我知道现在有不少的观众 认为今年美联储根本就不可能降息 针对这个观点 我可能没有那么的悲观 主要是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今年毕竟是大选年 不能够排除美联储将会受到 非常大的政治压力 逼着他们去降息 第二点 根据最近几个月 美联储成员所释放的这个讯息 今年他们降息的这个标准 非常有可能不在通胀上面 而是在失业率上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仅仅把降不降息 这个焦点放在通胀上面不够全面 我们必须要放在通胀和失业率上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银行的财报 在具体讲财报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 首先美国银行财报本身 从数据去看都比市场预期要好 并且我去看了一下 华尔街一些分析员 他们所做出的这些反馈 都普遍的认为这一次美国银行的财报 是超出市场的预期 但是从价格的这个走势 我们看到美国银行和JP Morgan 都在出完财报之后 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我们需要注意 有没有可能第一季度 走得比较好的这些个股 在这一个季度财报的时候 会出现一种Seldon News的情况 反而可能第一季度走得 不是非常好的一些个股 同时基本面又没有那么差的话 非常有可能这一个季度 发布完财报之后 会出现股价上涨 比如说同样在星期二发财报的UNH 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 YTD到发财报之前 出现比较大的下跌 但是财报出来 并没有时常想象的那么糟糕 所以出现了一波反弹 好嘛 然后我们回到美国银行的财报 在他们财报里面有几个重点 首先第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这一个季度的 net charge off坏账率 比起上年同期 坏账率几乎上涨了一倍 上年同期是在8亿美金 这一个季度是在15亿美金 针对坏账率 下一页我们详细的展开去看一下 然后在这一页里面有另外一个指标 是我想提到的 return on equity 股本回报率 这一个季度美国银行在9.4 上年同期在10.2 股本回报率在多少的区间是属于合理 多少的区间是属于优秀 正好在我们最新一期的会员视频里面 提到整个保险板块的时候 我们特地去聊了一下 股本回报率这一个指标 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 用来含量一家公司赚钱效率的指标 在最新那期会员视频里面 针对这一个指标 我们做了一些对比 同时聊了整个保险板块里面讲了三个标的 并且我们还把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汽车保费这块的通胀增速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这一类基本面和行业分析感兴趣的各位观众 可以考虑在频道的主页加入我们的会员 经过SVP事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银行到底是怎么来管理 他们手里所多出来的这些剩余存款 从他们的投资组合 我们看到 在过去几个季度里面增速非常明显的是 深蓝色的这个区间 深蓝色区间里面几乎所有的资产 美国银行都对于利率做了一个对冲 所以它的一个酒期是在0.5 几乎没有任何的酒期风险 SVP事件之后 这些大银行也学乖了 明显不敢再去增加自己投资组合里面的酒期风险 回到坏账率这个问题 第一季度 美国银行总体的坏账率 体量是在15亿美金 市场的预期是在12亿美金 确实比市场预期高出不少 坏账率的这个比例 过去两个季度明显出现了上涨 第一季度甚至还出现了加速 上一个季度是从0.35涨到了0.45 这一个季度是从上一个季度的0.45涨到了0.58 上涨的幅度达到了0.13% 从坏账率的体量来说 主要是来自于信用卡 信用卡的坏账率 从上年第四季度的3.07 上升到了今年第一季度的3.62 剩下三分之一坏账的体量 主要是来自于商业 准确的说是商业房地产里面的办公室 当然管理层有说到 商业房地产这一块的坏账率 有一个季度效应 集中在年初 所以如果他们讲的是正确的话 第二季度整体的坏账率的比例 比起第一季度的话 这个增速应该会放缓 美国整体信用卡的坏账率 在上年的第四季度是在4.07% 美国银行是在3% 从坏账率来看 如果达到4.5% 也就是08年的这个水平 或者说5.1% 5.2% 01年的这个水平 有可能接下去会出现经济衰退 而第四季度 如果全美的坏账率已经来到了4.1% 根据第一季度美国银行坏账率上升的这个幅度去看 非常有可能全美第一季度的坏账率会达到4.4% 甚至于4.5% 当下的经济情况如果用一个磁序形容的话 一白折三愁 只要GDP增速在高位 好像并没有人去关心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 我记得在一期视频的下面 我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回复 其实当下美国的经济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裂痕 但是好像这些裂痕 还并没有导致美国经济 崩溃或者说出现一些衰退的信号 个人消费者的贷款主要分为三大类 信用卡贷款 汽车贷款和房屋贷款 如果说个人财务状况出现问题的话 那第一个放弃的就是信用卡贷款 然后是汽车贷款 最后才是房屋贷款 所以从这张图里我们看到 整个坏账率在信用卡贷款这一块 过去的三个季度分别是2.21% 3.07%和3.62% 一直在一个稳定上升的趋势之中 然后汽车贷款 坏账率其实也在上升 但是明显可以看到 还在一个相对的低位 房屋贷款就更不用谈了 几乎看不到任何坏账率上升的趋势 过去三个季度是0.01 0.03和0.01 这其实也反映了我前面的观点 消费者的健康状况有没有裂痕 其实有裂痕 完全反映在信用卡的坏账率上面 但是有没有到那么的差 或者说有没有差到 把整个美国经济带入一个衰退 好像似乎还没有 因为还没有演变到非常糟糕的地步 比如说房屋贷款的坏账率开始上升 而我认为背后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当下的劳动力市场 从数据上去看的话 还是相对比较强劲 只要失业率没有急速的上涨 人们还有工作 大家就可以一直拖下去 美国银行的CEO 今天也给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说一年半前 很多人说消费者马上没钱了 他们错了 有谁说过消费者马上没钱了 Jamey Diamond 通过过去一年多时间的观察 我们几乎可以做一个定论是 Jamey Diamond的一些预测 没有任何的参考作用 我认为他的一些预测 可能更多是来自于 他个人的一些观点 而并不是基于数据 因为没有道理 一年半之前 Jamey Diamond说 消费者手里的钱袋子 最多两到三个季度 就马上见底 但是美国银行的财报 他们的CEO 却一直告诉我们 消费者的钱袋子 还是相对比较深 一直是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最后事实证明 我不相信Jamey Diamond 没有这个数据 一是他没有看这个数据 二是他做出这些预测 可能背后有其他的动机 但是无论如何 Jamey Diamond的这些预测 参考性真的不高 然后美国银行的CEO 继续说到 他说一年半之前 有很多人说 消费者会加太多的杠杆 他们错了 有很多人说 工资上涨跟不上通胀 他们又错了 事实是 如果我们往前去看 消费者的确放缓了 消费的增速 比如说从上年 同比10%的这个增速 去到上年的秋天 5%的这个增速 然后来到了3月份和4月份 3月份同比消费的这个增速 略低于5% 但是4月份又略高于5% 所以现在消费的这个增速 和17年至19年 上一个美联储加息周期时候 是一样非常的稳定 最后他还讲了一个 我个人非常认同的观点 他说 疫情时候硬的钱 对现在的经济 还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美联储 没有办法改变 已经发生的事实 所以今天 美国银行财报告诉我们 消费者的健康状况 特别是信用卡 这一块的坏账率 的确出现了 比较明显的上升 但是从总体消费的这个增速去看 和上年的秋天保值一致 在5%左右 并没有出现放缓 星期二 还有另外两家公司 发布了财报 United Airline 从数据本身去看 高出市场预期不少 特别是调整之后的美股收益 联合航空 他们对于第二季度的展望 还没有出来 但是我想通过他们财报讲一点 因为大多数的航空公司 身上都背了比较多的一些债务 所以我们看到 在他们的运营报表里边 这一个季度 单单一个季度 在利息这一块的支出 就达到了4.54亿美金 而利息这一块的收入 仅仅只有1.77亿美金 因为他们的现金 大约在80亿左右 而他们的负债有超过200亿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整个这一次加息周期 对于很多科技公司来说 其实是一个利好 因为很多的科技公司 不论是大科技 还是小科技公司 手里都有非常多的一些现金 而大多数的科技公司 手里并没有债务 对于没有债务 手里有非常多现金的这些公司来说 加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利好 因为他们将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利息收入 而对于一些重资产公司 特别是手里有非常多债务的这些公司 比如说像联合航空 他们每一个季度的净利息支出就非常的高 营收的提量 125亿美金 增速10% 其实也是OK 但是去掉了所有的花费之后 剩下运营上面的一个盈利 一亿美金不到 正好是9900万 但是在这9900万的这个基础上 还需要去支付利息 支付完利息之后 马上就出现了亏损 所以高融资成本对于高债务公司来说 明显是非常的不友好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下 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家非常大的企业 现在的债务比例也在持续的上升 哪家公司 美国政府 如果我可以通过印钱 通过举债 来刺激本国的经济 来收买选票 同时我又可以控制 借钱这个成本的话 我到底会把自己的借钱成本往上提 还是把借钱成本往下降 从长期的这个角度去看 我认为这个答案比较明显 最后是Unit Health 我去看了一下 今年到现在为止 其实UNH跌幅确实比较大 今天出完财报之后 算是出现了一波比较好的反弹 市场对这家公司可能已经淡忘了 在21年和22年 它出现了比较好的上涨 特别是在22年 整体美股出现下跌的情况下 UNH出现了上涨 然后在23年和24年的第一季度 相对比较低迷 今天我看了一下它的估值 即使在上涨了5%之后 P在18.2倍 三年之后在13.42倍 我个人认为 仍然是相当合理的估值区间 如果我们认为 接下去通胀会回来 其实医疗板块 也是一个比较好 可以抗通胀的一个板块 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 富途摸摸环节 美国市场 现在只需开户 且入侵100美金 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频道 独有的10股每股碎碎股 总共价值是50美元 或者说通过转仓 也可以获得1.5%的现金奖励 最高可达300美金 加拿大市场 现在开户TFSA入金5000 可以获得三张现金券 转仓10万以上 可以获得12张现金券 最高可以获得2400加币的现金奖励 澳洲市场 开户且入金2000澳币 获得10股免费的股票 总价值高达3300澳币 闲置资金可以获得最高年化6.8%的汇报 同时富途木木还支持全天24小时下单 16小时的交易时间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视频的置顶留言里面 找到开户的链接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就到这边 最后各位CEO别忘了 留下你们慷慨的点赞 下期见 在这期内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